接著的那一套 我完全講一句 它是近三年裡第一套令我飛五倍速 我都看不到下去的片 我一人獨享終於搞定 我終於是馬拉松會熬到12集 我是看到三四年 動畫這套真是G垃圾 告訴你 我其實覺得我給五分鐘討論它 我都講但是浪費時間 對 Dila 看完之後 兩個字 Rio Rainbow機 Rio Rainbow機原來有原因 Rio的主角Rio Rainbow機原來有原因 但說完之後就很拱 首先 我之前講的設定那些不講 好像去到第二集 那時候就講什麼 大家去玩這個雜卡遊戲 我看到最後幾集 然後就是有一個神秘的女性 突然之下她手上有很多張 所謂的最強可觀卡 我厲害了 原來最強可觀卡是可以多人持有的 是啊 那什麼叫最強 沒有的 十三個人總之集齊了 十三個就好像龍珠一樣 突然爆發 原來都這麼厲害 原來都這麼厲害 你真是想都想不到 原來真是最後和你草龍珠 真的和你 等一下 我們在這裡講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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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繼續繼續 即是想都想不到 原來最後的結局 都是十三顆龍珠草魚 之後 嘩 有鎖龍見到 即是怎樣 不是爆發 就算好 鏡花走了 其實說真的 這個故事就說 臨尾 終於我們說一下 其實她在real1mo機裡面 有什麼賭過 即是大家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他那些什麼賭 是機動遊戲 對 例如有這個射擊遊戲 突然會射不中 會有三鎚 然後有個撞波波遊戲 駕飛船撞波波 然後又有一些類似 你說到這麼像初代XGAME 然後就有一個什麼 疑似彈珠基的遊戲 然後滑水 滑水鬥快 跟那個機械人 那機械人會脫了頭出來 哈哈 然後臨尾就開始好一點 還有一些 原來 這個 玩回啤牌 例如21點 還是不知道 21點是會有氣場的出現 原來兩位主角 阿Leo 阿Leo 還有她那個 對手 她的姊妹 即是她的姊妹 臨尾就變成了對手 然後是會出現氣場的 即是突然就像隔鼓落一樣 這樣 滑水的 真是大佬 這套東西 其實我都是同之前所說 一個可觀是不需要懂得賭錢 即是不需要賭錢賭得厲害 是啊 我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她向一些港產片致敬 我有些環節我發覺 例如我可以講一些例子 例如她有點像以前鄭玉玲做的那套賭霸 即是她倆的造型有點像 還有有一集 記不記得她不是出過十隻雷傾煙的 即是她的五個手下 那五個彈散 除了那隻JACK 即是那隻小姐 是叫做LadyJer 其他都很廢 那怎樣廢話呢 有一個是有很大力的 就說 等一下拋個銀子 就說 拿兩隻手接著 接著之後就說 你猜一下我們哪隻手有個銀子 原來那個人 就揉碎了銀子 太大力的揉碎了銀子 就叫他猜到一隻 就叫他猜到錯 如果他猜到有 如果他猜到有 Lio 大家如果有 他告訴Lio 這隻手沒有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港產片 就會感到一個 周星馳做的千王之王二千 即是張家輝在身上 聞了一個外蔡風華 同一個情節 差不多 就說周星馳做的黃師傅 又是好像 說他進了一個 淌仔監獄 又是差不多這樣 猜猜哪隻 三隻 啡牌哪個猜猜猜猜 但是 那三隻都沒有猜猜猜 然後黃師傅說 這隻沒有 這隻沒有 一樣的情節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懷疑這套 跟港產片的賭片 是有致敬的 或者這樣說 其實整套東西 以我所認知 在一個叫做 老虎機的 這件 軌仔監獄 裡面 它是把裡面的 原素 好像太空 即是 當你那顆彈珠 進去我 不知道哪個洞的位置 它就好像有個 mini game 就好像火箭星空 那樣的東西 就可以拿很多分 其實它是把原素 抽出來 就變成一個 獨立遊戲 而它這樣說 但是 要明白的東西 其實是 沒什麼玩的 其實是 中間偶爾會有些 隨三場形節 例如 其實 其實不是偶爾的 主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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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 如果大家有看 如果捱得到十幾集 其實就是 她本來的好姊妹 我猜到 這個 Lina Lina 原來她說 她的對手 突然間 很奇怪 突然她的賭場 是可以升空的 我第一次見到 是一個飛天的賭場 不要緊 飛天的賭場 不要緊 即是降落 她完全沒有說 如何降落 怎樣去充電 她完全沒有說 她還可以被一批這樣的人 拿著刀 我第一次見到 可以拿著刀 拿著所有的危險物品 槍進去賭場 你要看賭神小賴 你也看賭神小賴 你也看賭神小賴 出了公海之後 就沒有人來 所以飛到天空 飛到公海 天空之後 沒有法律管 離開國土十八米 但你這個賭場 是不容許這樣的人 拿著武器入場 是很瘋的 其實這個 醒悟事實 我捱不到 你反過來 不容許武器 哪有保場 容許你脫衣服的 上到房間 不知道 OK 有時候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尤其是 試過 Leo 輸了一局 輸完一局 之後 那個 色情人 那個賭場 那些 都敢跟 對手的女人說 我輸了 整個賭場輸了給你 然後女人說 你輸了天空賭場 然後 塞個原因給他 Lio 不知道為什麼 在誤打誤撞之下 找到 魔術師 魔術師最厲害 茅原飾演過 然後 又塞了一張卡 然後他媽媽 又塞了一張卡 然後 最後就說回整個故事 十二到三十 就說回原來 他媽媽 有什麼恩怨情仇 香港的劇集 那些 差不多 那些 原來 以為他媽媽 勾了另一個男人 勾了 Leo 原來 一場 大龍奉原 就沒事 不知道 某大台八十場 真情變 奸情 對 全部都是這些 然後 就說 臨美大戰之前 大家要 十一張 Rainbow Gate的卡 對兩張卡 兩節目大惡鬥 今天大家就簽了 就說 如果誰輸 就誰的賭場歸誰 就賭場可以輸 大家賭身家 那 跟Dealer是沒有關係 他第一個賭場做不到 賭場是他 為什麼他可以簽這些 是啊 那老闆又會肯 你肯不肯 我跟美國的臭小子簽約 說 我輸了 整個香港島的管治是你 那樣 就是類似 還要是很可名其妙 居民 還要是搞笑 就不搞笑 大家都知道 有見過一個 紫色衣服 穿著日本服 他拿著刀 整個撞來撞去 整個白癡 原來最後 見到一個結果 原來他是 賭場工會裡面的 不知什麼的 警察 原來是裡面 還臥底 這個 算了 這套 我支持不了 就是 就算我去一步說 可以 當你們那些可觀 都是精湛賭術的 但拜託到得正經一點 我不介意有氣場 我不介意你下桌子之後 可以突然有個核彈扔下來 也不介意 但你不要玩一些 不是我認知的賭場 有的東西 可以嗎 他還有什麼 玩遊戲 例如玩那些 你去按 按 喝熱飲 冷飲 然後他會轉一個抽獎機 你按得贏就贏 然後鬥快 喝熱飲 和冷飲 的遊戲 這樣都能賭到 這些不就是玩冰火 類似的 是很無聊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在結局的時候 大家以為 你儲得 13張 Rainbow機 會出現 13張Rainbow機 做什麼 原來掃了13張 賭場 會突然 激進派出現 激進派 因為要找到 這條 有Rainbow機 13張 有什麼 突然會變成 一個大彩虹 突然有些氣場 很厲害 周圍的人 覺得很有希望 原來掃完13張 突然有 原來掃紅會怎樣 股市大升 有些人賭錢 就看贏 原來是大彩虹的 黑卡 對 整個世界有勢希望 什麼 劇情 不要玩 很理想 最現實的解決 九龍門手法就是這樣 初提龍珠 他最初是13泰寶 打了上下 你的聲音都和平 搞定 HAPPY END 最搞笑 激進派 看到他13槍 搶了 Rio 搶完之後 看到一旦光幕 啊 光幕 臨後 一把刀 砍了十幾十個機關槍 一把刀 就說 我是警察 我不容許你這樣做 警察手上有多 就上十 然後那一站說 如果是否正常來說 是否要叫警察 抓住這些人 他是賭場工會的 那些人拿著機關槍去 老闆 你是否要叫警察 他說 那些 霍華德賭場村的老闆 說 你再不走的話 你們再不走的話 你們有什麼 覺悟 抓他們 你還留一個女人 那些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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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留在那裡 這套東西 你是挑戰你仔 你是 叫做什麼 真的要完全把你的腦 和你的眼睛 所有東西 是完全分開的話 我相信 你能夠接受到這套東西 還說完 好 我再說幾句 其實它中間 有些service鏡頭 例如大戰之前 去度假 是可以 藍還藍 去針完溫泉 打乒乓球 女人打乒乓球 就脫毛巾 打溫泉乓球 怎麼打溫泉乓球 是突然打到毛巾脫了 突然手 突然踏下去 滑倒了 然後 見到Rail 是拿到 打乒乓球 那些東西 在哪裡遮住 就是打乒乓球的網 遮住那些東西 就是覺得 是很無聊 如果你說體育 你是不需要在那裡 摧殘自己的腦袋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 今天經句 街巨 它 它侮辱了肉片 簡單一點 就是 它完全是 將賭臣 和賭神 分開了 體育不用 揚紙的腦袋 就是 它是很離譜 而且 其實 它一些 雜星都用得很多 連茅園都用了 茅園 茅園的氣氛不低 其實在最後兩集來說 摩托斯 突然又變成 可以說 超越時空 你不要理設定 那些東西 浪費氣 這套東西理設定 你根本上是多餘的 而且這麼久都沒有交代到 他在空中賭場做什麼 突然飛天 突然飛天 突然殺人 你不要說 最後兩集 是所有的角色又要出來 有一個拍戲 他有鬼上身 弄了很多 欠鬼上身 又來 全部人是由頭 那個 老粒公仔 那個 Lolicon 本來 他又出來了 說 以為 再說下去 這套東西 我決定斬了他 我還想套租這件事 他一集說 有個小孩 殭屍跟他鬥玩 配對 例如52張卡 你按中哪兩個 一一起就拿了那兩張卡 走的那些 很濃 他說 為何 尤其說 張牙那個小妹 手抱住那個公仔 突然變多了 另一個人 突然說 用魔術變多了 然後 那些人說 因為你那個公仔是中國製 我剛剛是中國殭屍 中國製才可以變得到 我完全沒有聲響 我看過這樣的劇情 我完全沒有聲響 因為你中國製才可以 只可以說 呆了 那你不如說 他以為空懷中國製 會變成空懷 要不要那些膠 我最後再說一句 他一炒了整天工作人員 除了畫畫那些人 就炒了他 除了CV 不要說 你不要說他由頭到尾 都是唱我的手 但都很吵 還有一件事 最最後一件事 他原來最後一集 還有突然出了兩個 不知道是謎之人物 一男一女 然後他還說 Rio很幸福 以後很幸福 然後突然出現 我懷疑有第二季出現 那個不是火子冰團 突然在屋頂上 站著兩個人 但是 火子冰團 繼續笑 不知道那個龍獅界 什麼都站在屋頂上 我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有C2 這套東西 總之 我還是說一句 這套東西 不要說 看的價值有沒有 他不能夠稱為一套動畫 是啊 其實他最後 如果他被刺破了 不怕刺破了 如果有13張卡 你猜有什麼優惠 賭場不用錢 不是錯了 其實13張卡 他除了會造成氣場 還有 他說會 飆彩虹出來 原來 還有 他說可以實現人的願望 那個人 但是他媽媽又不知為何沒有 他說他媽媽有 有13張卡 又不知為何 他媽媽又沒有實現人的願望 他說他媽媽 一拿完13張卡 就逼得 不停被人去老套 我經常覺得 Orio就會被人老套 一億美金 沒有說過 一億獎金 我不知道 Yen 還是 Yen 和美金 就是 你看到那些金的 如果你要跟人 搞得那麼大 又要激進派 又要成 你拿一億 你想一下 你會不會要 我說完了 這套話 我撐了十二集 都覺得很撐不住 我非常佩服你 這套 最後 你拿來挑戰 你 如果你覺得 你忽略之後 你覺得沒事的話 我相信 這個世界上 任何動畫 你都不會覺得快 是啊 我們不如拿這套 做招主持的門檻 是啊 我是這套 我未試過 要拿著馬步 一直看 一套 我三四年來 沒試過 已經十五分鐘了 我覺得 給多了他 兔足夠了 下一套